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我国的首都北京 车如水 人如潮 非常非常的壮观 美丽 那么在这一个单元呢 将有老师带领大家一起去游遍祖国的大江南北 去领略祖国的山河之美 那么我们的第一站会去到哪里呢 对了 我们就要去到日月坛 看到这个题目呀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坛子 顾名思义呀 它就是比海 比江河更小一点的水域 那么日月坛它是如何形成的呢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日月坛呢 是我国台湾省非常著名的 很有代表性的一处风景名盛 日月坛呢 它是由日山和阿里山断裂的盆地积水而成的 日月坛的景色呀 非常的秀美 它的水呀 非常的清 它的天空呀 非常的蓝 下面我们通过几张图片来领略一下日月坛的美景吧 你看日月坛周围群山环绕 树木茂盛 在日月坛下起萌萌的细雨的时候 整个画面呀 就像一幅仙境 而天气晴朗的时候 日月坛的水呀 非常非常的清澈 也就是这样啊 每年呀都有许许多多的人来到日月坛参观游览 在我们进入课文的学习之前呢 老师呢 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学习生字 了解生字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生字 第一个字是德 敖 倒 德 敖 倒 这个字呀 乍一看非常像小鸟的鸟字 但是它们还是有所不同的 在这一个部分呀 是一个山 哎 对了 倒 在这一个部分呢 是一个山峰的山字 所以我们在写的时候呀 要格外的留心 好 我们一起来写一下倒 写这个部分的时候 前面都是小鸟的鸟字的一部分 但是到这就有所不同 倒字呀 是指被水环绕 比陆地更小的一块陆地 所以呀 倒我们经常主词 比如说台湾岛 岛屿 台湾岛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块领土 你看台湾岛 它就被水环绕 好 岛字呢 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一个生字 这个字呀 读作支岸 斩 支岸 斩 斩字的读音呢 我们要非常的注意 因为呀 它是一个翘舌音 支岸 斩 而且后面呢 它是一个前鼻音 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呀 要格外的注意 斩字呀 在写的时候 我们很多的同学呀 会不由自主的 在这个地方呀 再加一笔 这是不对的 好 同学们 我们一起来写一下斩字吧 在写这个字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了 在这一个部分 我们一定不要加上一笔 斩字呢 我们可以组词 比如说 展开 展览 像展览 我们怎么来道具呢 比如说 学校呀 将在近期举办 师生的书画展览 像斩字 我们还可以组词 展品等等 好 斩字呢 我们就学习到这儿 我们接下来看下面一个生字 这个字呢 读作基业 建 基业 建 这是一个半包围结构的字 在写这个字的时候呢 我们也要注意两个地方 第一个呢 这并不是一个走之底 所以同学们在写的时候呀 千万要分清楚 第二个呢 这个半包围结构的字呀 我们先写的是里面的这一个部分 再写外面的这个部分 同学们 你们清楚了吗 好 我们一起来写一下建筑的建字 先写里面的部分 而且树呀 也写的稍微的长一点 再写外面的部分 建字 我们可以组词建筑或者说建设 建筑 我们该怎么造句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比如说 我们的城市里啊 就有许多非常高大的建筑 好 建字我们就学习到这儿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一个生字 这个字呀 读作狮阿 沙 狮阿 沙 同样它也是一个翘舌音 沙字呢 是一个左右结构的字 左边呀 是一个角丝旁 在前面的课程里呢 老师曾经告诉过大家 如果看到这个片旁 我们就要想一想 这个字呀 它可能跟某种皮毛 丝线等等会有关系 沙字在写的时候呢 我们要注意角丝旁的这个地方呢 要写的比上面这一笔呢 稍微的低一些 这样呢 整个字的层次呢 才会比较好看 好 我们一起来写一下沙字 在写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第二笔 稍微的低一些 沙 我们可以组词 沙布 沙裙 你看妈妈呀 就给我做了一条漂亮的沙裙 沙字这是 好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一个生字 这是喝完 缓 喝完 缓 缓 缓字 这样也是一个左右结构的字 左边一个王字旁 右边是一个布字 王字旁在写的时候呢 我们要注意它的最后一笔呀 是一提而不是一横 我们很多同学呀 很容易把它写错 好 下面我们一起来写一下 环字 一横 一横 一竖 一提 好 环字呢 我们可以组词 你比如说环绕 也就是围绕的意思 还有妈妈耳朵上戴的耳环 环字 它表示啊 是一个圆圈吧 好 环字 我们比如说环绕 它该怎么造句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一条小河呀 它环绕着我们的小村庄 环绕着围绕的意思了 好 这个呢就是环 我们接下来看下面一个深字 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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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字呀读作绕 我们很多同学一不小心呀 就把它读成了闹 这是不对的啊 在写绕字的时候 我们也要非常的注意 很多同学一不小心 就会在这多加上一点 这也是不对的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绕字的写法 一个角丝旁 这边一个绕顺的绕字 看到绕字 同学们是不是觉得似曾相识呢 对的 跟绕字啊 相似的字呀 有好几个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呀 是三点水的 这一个呀 表示 诶 看到三点水 表示跟液体相关 这个字呀 我们念作焦 焦花的焦 焦水的焦 还有一个字呀 是一个火字旁 梨梨圆上草 一碎一枯蓉 野火烧不尽 对了 烧字 因为呀 它是个火字旁 表示呀 跟火有一定的关系 好 绕字呢 我们一般组词 围绕 或者说缠绕 好 围绕 我们应该怎么来造句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你看 我们的小镇呀 就被青山围绕着 好 这是绕字 我们一定要注意它的偏旁 好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一个生字 这是一个师恩圣 师恩圣 这呀 也是一个左右结构的字 左边一个月字旁 右边呀 是一个生活的生字 这个字呀 比较容易记 因为呀 月字和生字 都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了 好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圣字的写法 左边一个月字写的稍微的窄一些 而生字呢 我们写的稍微的宽一些 这样整个字的结构呀 会更加的好看 圣字呀 它有很多意思 你比如说 诶 我们赢了 夺得冠军了 也就是说 我们胜利了 它还有一个意思呢 表示美好的 你比如说 诶 引人入胜 那么 顺利 我们应该怎么造句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只要坚持不懈的努力呀 顺利呀 最终会属于我们的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下面一个生字 这个生字呀 我们读作 引 引 好 这呢 也是一个左右结构的字 左边呢 是一个抱耳旁 右边是一个 着急的急字 有很多同学呀 一不小心呀 就把这 左边的部分 写成了 这样 这是不对的 这个 是不对的 好 我们一起来写一下 引字 一个抱耳旁 一个着急的急字 引字呀 它表示 藏起来 看不见的意思 你比如说 隐患或者说 隐藏 像隐藏 也就是说 藏起来 我们暂时 看不到 而隐患呢 也就是说 我们觉察不到的一些 不利的因素 你比如说 边开车 边打电话 就存在着非常大的 安全隐患 所以我们的同学们呀 一定要告诉自己的 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 叔叔阿姨等等 在开车的时候呀 一定不能打电话 要注意安全 好 这是引字 我们再来看 下面一个字 咦 这是 约 约 这也是一个 左右结构的字 左边是一个角丝旁 右边是一个饭勺的勺子 在写这个字的时候呢 我们的同学们要注意了 有很多同学呀 一不小心呀 就在这个地方呀 写成了一个口字 或者呀 把它写成了 撇 折 点 也就是写成了一个勾字 这都是不对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约字的正确的写法 一个角丝旁 再加一个勺子的勺子 约字呀 我们可以组词 约定 或者说约束 在这里呢 约束呀 它表示控制的意思 而约定呢 就表示 我们在事情发生之前 所做的一个小小的承诺 或者一个小小的限定 好 约字 我们就这样组词 那么约定 我们应该如何造句呢 比如说 我们约定啊 长大以后 一起去埃及旅行 好 这个呢 就是约字 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一个生字 这个是啊 师恩 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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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呀 同学们都不会陌生这个字 舍字呢 它上面 这是一个少字 下面呀 是一个固字 我们在写的时候呀 要注意 下面呀 有两横 而不是一横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舍字的正确写法吧 一个少字 下面一个 不字 舍 像老师 就出生于湖南舍 舍 我们可以经常组词 节舍 舍吃俭用 那么 舍吃俭用 这个词语呀 比较难 那么 它应该如何来造句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爷爷呀 把舍吃俭用 攒下的钱呀 供我读书 也就是说 舍吃俭用啊 就是在吃穿住行等等方面都非常的节省 节约的意思 好 这个呢 就是舍字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深字 这个字读作 摸奥 帽 摸奥 帽 帽子 这呀 是一个上下结构的字 当我们看到草字头的时候 同学们一定能够想起来 看见一个草字头 我们一定要想 想一想 这个字呀 它可能跟植物有某种联系 帽子呢 也有同学会一不小心在这个地方呀 再加上一点 但实际上就是没有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帽子 它的一个正确的写法 一个草字头 下面呀 并没有 最后的一点 同学们要非常的注意了 帽子 我们通常主词 帽身 或者说 帽命 这两个词呀 其实呀 它们的意思是相近的 那么 它们该如何造句呢 我们先来看看 帽身 你看 这棵树 长得多么的 帽身呀 那么 在这里呢 帽命 也可以在这 替换 好 这是帽子 我们再来看 下面一个字 这个字呀 同学们一定会认识 对了 这个就是啊 茂肾的 肾子 茂肾的 肾子 同学们 你们是否还记得 前面我们有没有学过一个念作肾字的肾呀 对了 肾 我们在前面 也学习过 这两个字 虽然 发音 是一样的 但是它们的意思呀 是完全不同的 这个肾呀 表示 肾开 你看 肾上面是一个成 成功的成字 下面是一个 器皿的 皿字 我们的同学们也不要在这 再加上 一撇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肾字的正确的 写法 上面一个 成功的 成字 下面一个 器皿的 皿字 肾字呀 我们可以组词 比如说 盛开 茂盛 这样老师添加了两个新的组词 盛会 或者说 盛世 你看啊 这次的奥运盛会呀 就举办的非常的成功 好 同学们 今天呢 我们的身字就学习到这里 老师呀 希望同学们能够巩固一下我们所学的身字 看一看 老师显示一个词 同学们能否把它正确的读出来 第一个 导语 第二个 展开 接下来 建筑 轻生 环绕 胜利 隐隐约约 台湾省 最后一个 草木 茂盛 好 同学们都掌握得非常的好 那么 今天呢 我们的身字学习就到这里 老师呀 希望同学们能够巩固自己所学的身字 然后呢 通过上网 搜索 查找课外书本的方式呢 能够更多的来了解日月谈 好 今天的课程就学习到这里 我们下一节课 再见